準備 哈囉 各位玩家大家好 歡迎收看電玩的SV 我是今天主持人安娜黎 各位玩家 你們還在等 暗黑破壞神3的推出嗎 現在不用等到天荒地老了 因為就是現在 沒錯 你沒有聽錯 因為暗黑破壞神3 就要封閉測試了 你們還在等什麼 快去玩遊戲吧 Leader的Entertainment日前宣布 旗下備受玩家期待 史上最暢銷的動作類 角色扮演遊戲 暗黑破壞神 最新續作暗黑破壞神3 封閉測試正式啟動 在暗黑破壞神3封閉測試中 測試者可選擇五種英雄職業 野蠻人 巫醫 祕書師 武森 和獸魔獵人中的任意角色 在遊戲第一章節中披荊斬棘 並可通過單挑 或與其他的玩家攜手作戰 等方式直接挑戰骷髏王 此外玩家也會遇到 來自聖修雅瑞的工匠 追隨著和其他的關鍵角色 並嘗試遊戲技能和工匠系統 更將透過領先業界的 BattleNet平台 提供玩家配對和社群工具 便捷的角色和裝備管理功能 以及支持玩家經濟體系的 暗黑破壞神3拍賣場系統 暗黑破壞神3將延續 暗黑破壞神史詩級的故事情節 玩家所扮演的角色 需要一路過關斬將 將聖修雅瑞的世界 從燃燒地獄的墮落的樣中 拯救出來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電玩宅樹沛 今天要介紹的就是 Knet for PC 的周邊應用 像這個虛擬攝影棚 也是使用即時處理的喔 嘿 哼 才一個不注意就跑來選冰奪主 我才正排主持人好不好 不過呢說真的 現在微軟的可內體感攝影機 真的很不簡單耶 不但可以玩很多花樣出來 而且還可以自己搭一個 簡單的虛擬攝影棚 不過這樣子的話 那我也可以在家裡 組一個攝影棚囉 好期待這一天可以趕快來臨喔 自從1985年 微軟首度推出了 Windows作業系統 讓電腦的操作頁面 由之前的DOS指令模式 進化了到用鍵盤滑鼠的圖形操作頁面 但大家以為電腦操作 就離不開鍵盤滑鼠了嗎 錯錯錯 其實電腦的最終進化 可是拋開一切的控制器 用你的雙手 用你的聲音來下達指令喔 而且也離不開 Knet體感攝影機 這個全球狂賣超過 一千萬套的體感裝置 不但在Xbox 360 創造了嶄新的操縱體驗 甚至微軟還提出了 PC Plus 的概念 讓Knet 也能在電腦上使用 甚至未來還將與智慧型手機加以整合 加上微軟也廣泛授權 各路人馬開發對應功能 更展現出未來的無限可能喔 舉發用在醫療領域的復健功能 互動教學寓教娛樂 甚至簡簡單單就能夠架設虛擬攝影棚 30分鐘就能輕輕鬆鬆 搞定虛擬數位攝影 有了Knet 一切都將讓夢想變成實際喔 那我呢 身為一名專業的表演人員 當然是說學 購唱 還有舞蹈都要樣樣精通的啦 所以玩其舞蹈遊戲 當然也是我的強項 你看我華麗的舞姿 可是連現場的工作人員 都贊不絕口 所以我可以常會說 你們都會來齁 現在呢 趕快衝進了遊戲攤位 馬上就有跳舞之氣要來挑戰一下 感覺好興奮喔 趕快熱身一下 GO 馬上就有空位了 趕快我就要來試試看 到底用Knet跳舞是什麼感覺囉 GO 對一喜歡跳舞的安娜我來說 《舞蹈全身2》真的就是我的菜呢 這次遊戲不但收錄了更多歌曲 而且還能夠雙人對戰 玩起來超有Battle的Feel啦 這次二代呢 我還可以自創人物跳舞過癮 不過安娜我最希望的是 遊戲裡面可以收錄我的歌曲 這樣子就更完美啦 ちょっとちょっと見て見て 快快快來看一下我的分數 我的分數是 一萬五百三千分 講錯了 其實是一百五十十三萬分才對 而且它上面還會就是顯示 你跳得好不好 譬如說像我 Perfect 有三十九個 跳得好像還不錯的 有十九個 所以呢 看起來我跳得 應該算是還滿不錯的 一開始找跳舞機 果然是來對了 趕快再去體驗其他的吧 這次安娜我呢 在SOYA的攤位 挑戰了Michael的經典群 而且呢 還挑戰了傳說中的 四十五度傾斜 到底安娜我可以傾斜幾度呢 咱們就一起來看看吧 各位朋友們 大家好 現在呢 安娜來到的就是 PlayStation Move的試玩專曲啦 而且呢 因為安娜我呢 本身的那個職業就是一個歌手 所以呢 在這個地方 當然來挑戰一下 音樂舞蹈的遊戲 而且這一根 PlayStation Move的操作器 長得就非常像麥克風 所以接下來就讓我在這邊 為大家獻唱一首吧 至於什麼歌好呢 當然是Michael Jackson POP界不朽的傳奇啦 我來先選一下 帶大家看我的表現啦 拍拓 拍拓 pien張 拍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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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小明星 謝謝各位 雖然的點數那個分數好像沒有到非常高 但是非常的開心 因為我覺得我就是Michael Jackson 謝謝各位 這次東京電玩展呢 光榮特庫摸有在他們的活動台 舉辦cosplay的活動 要不是要讓我時間不夠 我一定會盛裝出席 看看可不可以成為下一個台灣之光囉 哇塞 看到這麼多的三國無雙 大家就知道我在哪裡吧 沒錯 就是光榮特庫摸啦 在現場也是提供了非常多非常多的試玩機台 給各位玩家其實試玩啦 而且在這個三國無雙的後面 其實也有一些就是他們的Online Game 也有提供試玩的動作 那大家也知道光榮特庫摸 他們非常火紅非常火爆遊戲 不只這幾款 而且呢他們聽說明年還要出三國制的第十二代 有沒有非常的就是貼心 很知道我們玩家都想要什麼 而且呢還有一款就是聽說在歐盟也非常受歡迎的 叫做忍者外傳非常顯心 CNC會噴很大的那一個 到底在哪裡呢 趕快去找一下 是賽馬的遊戲 他們用的是PlayStation Move還有就是Wii 那種體感的 卡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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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呢他們還有舉辦 Cosplay的那個大賽 真的很逼真 而且他們都非常的花心思去準備這些 真的覺得日本人 酷的 現在正在投票中 我看一下要是我的話 我應該會選 嗯 嗯 我喜歡其好 大家覺得哪一個好呢 就是這裡 哇賽 感覺非常的氣勢磅礡 但是呢有沒有看到他這邊寫 17歲以上才可以玩 那安娜我可能就不能玩了 你知道我是少女嗎 而且因為他要等40分鐘 嗯 好啦我等一下40分鐘之後再回來看看人會不會小一點 繼續去看一下 大家知道日本兩道RPG Final Fantasy跟Dragon Quest 是哪一家遊戲廠商的嗎 沒錯 就是史克威爾愛妮可斯啦 這次呢我們在東京電玩展 又到他們的攤位去朝聖 趕快來看看現場的最新情報吧 Slime的 你知道嗎 我一二三四 四年前2008年第一次到東京電玩展的時候 我看到Slime還有那個Chocobo 超興奮的耶 因為你知道嗎 我弟從小都在玩 勇者鬥惡龍也就是史克威爾愛妮可斯 他們最紅最經典的一款遊戲啦 當然你會說其實我喜歡的是Final Fantasy 嗯 好啦我覺得那一款遊戲真的也很棒 而且他越出越來越棒 而且呢在這個我們現場呢 他有展示他所有從以前到現在 所有的那個系列的作品都在這邊有展示 而且也有提供試玩 而且呢我剛剛有看到 這邊這邊 勇者鬥惡龍呢 跟那個Super Mario 超級瑪利歐 還有就是之後有共同的合作作品 登登登登登登登 還有瑪利歐可以就是跟那個史萊姆一起 噗噗噗噗 有沒有覺得很好玩啊 我還滿想去試玩一下的 走走走 看到這個啊就會讓我想到 我弟以前呢就一直跟我講說 他以後想要當一個劍士 但是你要想想看 一個活在現代人怎麼可能會有劍啊 你知道真的勇者鬥惡龍這款遊戲 影響真的我們台灣的很多小朋友非常的多 所以呢真的很感謝這款遊戲跟我們一起成長 希望呢我可以把手上這把劍 然後一起給我弟 弟 你看到了嗎 這件手上這把劍 現在就要送給你了